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你才理財還是你才 我公佈答案啦 公佈這個答案其實很像 剛剛那個佳龍兄所說的 其實要先投資自己的腦袋 所以我覺得 要會懂得這個 做生意的這個觀念 做生意 對 做生意是 我是上班族欸 欸 可是像你在投資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是一個 有錢人的腦袋啦 你白天在上班 可是你在做投資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換腦袋了 所以當你在投資的時候 你要把自己當做生意人 對 像郭董一樣在想事情 或者像網友 你舉個例子嗎 欸 舉個例子就是說 你想想看 很難像郭董一樣想事情 其實 其實你已經是很標準的 照來照去 你已經是很 其實照跟那個 其實只是零的 多跟少的問題 其實本質上 我有十塊錢 如果我懂得像郭董一樣 做生意 我可能會用 這樣的有錢人觀點 看世界的時候 我們在做那個選擇題的時候 其實才會選對答案 所以用其他的思維 對 用有錢人的角度 看世界 不要想說 因為我覺得財富管理 是一個有錢人的世界 跟你錢多口袋的錢多錢少 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先把自己假設是有錢人 觀念 對 不是假設 是自己就催眠自己說 欸 我就是有錢了 所以呢 你看到那個地堡豪宅 你會覺得說 你這樣酒樓會不會愛加油啊 你會培養 不是 你就會培養高度的氣圖心 小心 有一天走到仁愛路 就跑到地堡去 然後就被人家趕出了 不是 不是 欸 我就住這裡了 不是 不是 我們人心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當我沒有人生目標的時候呢 我就會啊 有多少錢花多少錢 當我人生有目標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進入到結衣縮食 為了理想而奮鬥 像我們家龍兄 為了目標而奮鬥 就是為了理想而奮鬥 欸 他工作了可能只有15年 欸 之後他就可以過著一個 高效率理財的生活 我們這一代呢 都是為了房子而奮鬥 大部分啦 我的朋友 同儕 都是為了養那間房子而奮鬥 到我的下一代呢 就現在的年輕人 20出頭的年輕人 他們都跟我說 阿關姐你真的很老套 買什麼房子 那我說那你們都為了什麼奮鬥 為了可以出國旅遊而奮鬥 所以他們現在純潔都為了能夠 每一年出去 好好的大吃大喝玩一頓 那不管你是為了什麼目標 一定要有錢 所以像出國旅遊一樣 為什麼年輕人不買房 因為買不起嘛 他們是有錢人的想法 說買不起我幹嘛去挑戰他 可是我如果出國旅遊 假設我們是一個有錢人 我的出國旅遊方式 絕對不是吃喝玩樂 應該是商務考察